炸药,被欧盟中伤的谷歌要回中国,股价暴跌百分之百,李彦宏有信心在赢,谷歌贫乏在欧受挫,2017年,谷歌因是嫌烂用其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,被欧盟反垄断部门,注意,24.2亿欧元,约合27亿美元反垄断罚款。 7月18日,针对Android反垄断案,欧盟宣布对谷歌在一次开出43.4亿欧元50.4亿美元的天价罚单,创下了全球反垄断罚金的新记录。 本次欧盟的罚单直接影响了谷歌母公司第二季度的净利润表现。 7月24日,谷歌母公司Alphabet发布2018年二季度业绩,注银业务广告收入约14个季度前的两倍,以此推高公司当季度整体营收同比增长26%,达326.57亿美元,而之前的罚款导致基金利润下降9%,最终为31.95亿美元。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称,欧盟刚刚对我们最伟大的公司之一谷歌,除以50亿美元的罚款,他们真的占了美国的便宜,但不会持续太久。 谷歌重返中国消息评音,谷歌到底失去了什么,虽然有着特朗普的推特宣言,但是谷歌重返中国的消息,近期还是评音传出。 2010年3月,谷歌正式宣布,凭着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认核,标志着谷歌退出中国市场。 据资料写示,2017年全球搜索引擎用户达18.57,即,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用户有5.66亿,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30。 而在2009年6月底,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仅有2.35亿人,近8年的时间。 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用户数量斑斑,在谷歌退出的这8年中,中国的搜索引擎的市场规模日益壮大。 但是谷歌当下面临的不仅仅是,失去了中国的黄金8年,还有全球市场份额的饱和。 这8年中,谷歌的市场份额一直位列全球第一,但基本保值不变,特别是在欧美等国,市场份额高达90。 保和的欧美市场让谷歌没有发展的空间,还时不时收到欧盟反垄断的罚单。 所以,重回中国市场是谷歌下一步的道路。 周一,人民日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,针对谷歌计划以过滤板搜索引擎,重返中国大陆的消息回应着, 欢迎谷歌重返中国大陆,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。 分析师认为,这将对中国本土搜索引擎公司,构成业务威胁。 8月1日,既市场传出谷歌将在中国大陆重启过滤板搜索业务当天, 股价文序报跌近8%,市值跌破800亿美元。 昨日,股价再次下跌,跌幅1.14%。 对此,8月7日周二,绿燕红发朋友圈着,曾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, 半超谷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。 如果谷歌回来,我们非常有信心再赢一次。 营牛财经认为,在谷歌退出中国的2010年,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5%, 而现在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已经高达73.84%, 百分好,此时再次回来的谷歌想夺回中国市场, 就要看中国的网友买不买账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